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去年7月的时候 我们跟玉达的老师 还有其他三个学校的老师 也来到教育部 谈的其实就是相同的问题 第一个 教育部要审核学校提出来的 不续聘的这个押头的时候 他事实上完全没有问过当事人 没有让当事人有主张的机会 我还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跟教育部的官员在这边吵架 说为什么 你要做这个行政主任的时候 老师完全没有表达的机会呢 只要你直接看 学校提出来的书面 就说可以 就让他解聘了 现在 一年过了 我们过去的要求 教育部还是不予理会 有这样的一个行政程序吗 你解骗了一个人 让他没有工作 作为一个国家最后审核的机会 你让当事人 表达的机会都没有 连讲话都没有讲话 甚至连通知都不通知 这样的一个教育部 活该应该被学生冲垮 过去到现在 从来没有看过教育部 有这么多的刺失 活该 教育部 完全的失格 甚至是独职 有这样的一种教育部 难怪我们老师跟学生都要站出来 反对他所有的政策 以下是悦达的老师 今天早上给我的他的声明稿 他不愿意再讲任何一句话 因为去年他已经完全讲过了 同样的职 同样的诉求 今天再来这边讲一次 以下 御达科大这三年 连续违法之前老师 令老师们不服 明显有四大不合理 一 校班宣称 系所陪前要停招关系 学校却年年有盈语 二 没有经过三级三审 正当程序 校略正当程序 就之前老师 三 学校有老师操登点 还有很多外面的监客老师 却故意不排客 给所谓的差额老师 让老师被吃钱 是 学校宣称有安置辅导老师 转任相关系所 却透过压力要求相关系所 不要吸收这些老师 说他们不符合系上的专业 但是学校的多位高层 却可以任意的转调任何系所 年初的时候是董事长 年终的时候被副校长 任教教管系 却叫做通事课程 又奠基博士 可以去时尚去交付 是学职管队 转任财经系 完全跟系上的专业部 这种瑕疵 早就成报了 把这种瑕疵 校方成报教育部 之前案 教育部只说 他们只能行事审核 他们相近学校 通过答案 完全是堵持 甚至是保护学校 学校高层 不敢面对之前教师 更不愿意去系误会议 高通 老师们多次看见无效 最后只能避准 这是欲达科大老师的 沉痛的波语 希望今天以后 教育部要能够听到 各位老师的心声 未来在之前 林老师学校送出申请的声音 学校提出来的申请 教育部必须要 让当次人 有能够表达意见的机会 这是最卑微的要求 教育部法治处 最近有一个解释 说的还蛮漂亮的 他说 如果教师教学不力 不能升任工作 违反病院情节重大 虽然可以解聘 但请各校在处理的时候 务必严守比例原则 务必严守正当法律程序 这话听起来很漂亮 可是所有内行人都知道 今天学校如果要解聘一个老师 任何手段都可以行使 为什么教师法要规定 解聘停聘不续聘教师 必须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呢 因为法律期待 教育部扮演一个严格把关的角色 过去台北市中参国中 萧小林老师 檢取郝隆斌一纲一本违法 并且到法院控告 就立即被引行为不解 油腿失道解聘 再来的案子非常有趣 到法院救救的时候 法院说 如果解聘你是不对的 那为什么教育部会核准呢 可见人家核准的很有道理 当监察院调查的结果 中参国中的教评会有非常严重的程序 瑕疵 甚至涉及伪造文书的刑事犯罪的时候 中参国中的校方表示 如果我们真的有监察院 说了那么多违法问题 教育部为什么会核准呢 可见监察院讲的不对 教育部才对 所有的关键都指向同样的目标 就是我后面这核建筑 所彰显的国家公权力 教育部目前以一个所谓 解聘评评评教师的流程检核表 在检查 学校解聘老师 不续聘老师 到底有没有瑕疵 我们主张教育部应该先自己做到 要求学校做到的 第一 在程序方面 教育部应该 让涉及的当事人 当然是教师本人 有表达意见 并且 延请 一切所必要的法律资源 例如 延请律师 延请教师公会 延请其他代理人 一起 甚至代文陈述的权利 在过去许多学校教评会 的审议过程中 我们都发现 许多学校 延迟拒绝 教师 请律师 或请公会代表 陪同出席 在正常法律程序中 资讯 全力的不对等 这一点在教育部 公会要求 应该立即的更正 第二 核准是一个行论程序 行论程序法明文规定 对于当事人有利不利的事情 的情形 应该一律加以注意 教育部对于 学校处分的核准与否 不是单纯的背书 更不是过水 而是必须对 所涉及的严重影响 工作权的教师 他有利的情形 也要一并注意 而不是单纯只相信 学校透过书面 所表达对教师 一切不利的指控 在程序方面的第三点 我们希望 在特别特殊的情况 教育部甚至应该自行 进行一切的调查 必要的调查 而不是只透过一个检合表 看看学校 所呈现出来的事实而已 第二 在实体的层次 官位主张 过去几年已经有非常多 高教崩坏 所扒光出来的个案 它的类型 其实已经非常明显 刚多位老师都提到 不论是限期升等 只重研究 不重教学的所谓评鉴 不合理的校方单方措施 不合理的聘约要求 任意的变更 逼退教师 或是过去已经有欠薪 过去已经有 对于教师权益有重大影响 不利 这种前科的学校 不断的解聘老师 在这几种 我们已经看到的问题上 教育部都应该非常严格的把关 最后 关于核准 教育部 虽然有组的功能的委员会 工会要求 功能委员会的组织 属性 以及刚刚所提到的 许多程序要求 各别的调查等等的权限 都应该重新的建构 只有在个案中明确的表达 不但严格把关 堵缺的校方任意以不当的目的 知遣教师 我们才能够在整个的 通盘的高教政策制度上 从个案的正义走向整体 结构性的正义 行政程序法 行政机关 作成限制或剥夺人民自由或权力之行政处分前 除以第三九条规定 通知处分相关人陈述意见 或举行 或决定举行 听证者外 应给予该处分相对人陈述意见之机会 听懂吗 所以有没有嘛 未来要不要 我跟各位报告 第一个我们要两个 学校的意见跟老师的意见 可是有一个前提 如果说依照行政程序法 如果在这个所有的陈述都已经 陈述完成了 我们是可以不用当事人 你什么叫 第三十九条规定 行政机关基于调查事实 以及证据是必要 得以书面通知相关的陈述意见 得嘛 得 这个是 都已经调查 都已经调查 这个是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 行政处分是因的 因给予该处分相对人 陈述意见之机会呢 你小声一点我也听得到啦 放心啦 我就怕你听不到 听得到听不进去 我们要给大家听到 不是只是要给听到 你将来会不会通知嘛 就是程序完毕 进入教育部 你们会不会通知呢 会不会通知啊 会不会通知啊 我想我们在做这个 教师的一个 训练的一个比分的时候 相关的具体性政 都会有调查清楚 我想 在学校 在学校 有三个教评会 是由教师 调成的教育会 那是校内程序吗 校内程序 教育部的程序来讲的话 就是由学校 要报送 不去病案上 你会不会调查嘛 我去病案当中 有没有当事人 陈述意见 有没有 我请问各位 有没有啊 学校有没有通知 你陈述意见 我现在不是讲学校嘛 所以相关的具体事实 都已经在学校调查清楚 那是学校啊 学校有没有通知 老师陈述意见 有没有通知 那是学校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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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长没有当局三审 律长 律长 我来证明一下 各位我们用理来看 我们来 我们要求的是说 学校三级三审要完备 没有错啊 律长没错啊 所以学校里面呢 他要陈述意见 那如果 没有给老师陈述意见 或者没有书面的意见 我们是会退回的 所以刚才才提到 有些是退回去 我是当事人 市长 您这样子说 太过分了 郁达有没有通过三级三审 没有 没有 郁达有没有 没有啊 我是郁达老师 我是郁达老师 我是当事人 结果教育部 是什么样子 阻力这件事情 就过了 刑事审查过了 刑事审查 刑事审查 你们只是看 大家吗 我们在尽力的时候 你们只是在去看 这些学店 只是在照顾这些学店 你们有没有在照顾老师们 有没有在照顾 学生的受造权 因为 我们学校有排定 所谓的超额老师 只要求留三位 结果 不符合资格的老师 通通都可以给他排课程 就因为 其他老师是超额老师 不排课 请问 这些 所谓的 有照顾学生的 受教权吗 我要研究上面毕业 我就被吃钱 你就是怎么办 对 遇到一个研究室 他们毕业不了业 为什么在书院的时候 你们还同意照语言规定 你们有让了 当事人说明过吗 给我们一个承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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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请张处长 我知道各位 有一些个别老师 不是个别 我相信 我都了解一下 我都了解一下 这一部面对的是 几十万个老师 所以我 就是说各位给我们意见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从制度上来改善 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除了我们看 学校里面三级三审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表达意见吗 还是有吧 所以我们 有吗 有吗 所谓只是签到就叫做 三级三审吗 这是一个 这是你们在认定的吗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希望 目前我们的这个小组开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请部外的委员 那第一个是这样 那未来呢 因为各位这样子提 我们第一个 就是说 当事人的书面意见 我们程序上要 程序上我们要做到 你要不要通知他 要不要通知他 这个部分 发个email 对 这个希望当事人的意见纳进来 因为 从亲自来 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 最少要有书面的意见 你会通知请他表达意见 书面或是口头 当面都可以 书面或口头 都可以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上 接受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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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老不行 不是 教育部的会议太多了 你不是说今天只有各位数吗 为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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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要上一工作了 不要跟你讲 我们真的要看意见好了 你们要的是表达意见 对不对 表达意见 表达意见有两种 一种是书面 这是个人的选择 我们答应是说 书面或口头 你学校再通知老师 学校有没有做这件事 你要通知 我们需要通知 教育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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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这一步的案子好 这个多如牛毛 有这一步的通知 你不是说各位数吗 我们可以打牆 好来来来 然后你说好了 因为不是我主管 你不是主管 不是你不是主管 你都听得要知道 各位老师 听说我们 我们会通知 当次提供书面的意见 所以没有口头 不能来就对了 那口头还是会 不讲得不清楚 书面是白纸黑字 我想各位 在白纸黑字 我会讲不清楚 我想有时候斟酌一下书面 还比较深重 对 您书面提出来 我将来看 你好 你好 好 好 maj 团